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台湾本土疫情似乎出现减缓的趋势 但是却掀起更大的疫苗之乱 才几天的时间来迎第二波的疫苗攻势 云林县长张立善私下找厂商买疫苗 他要中央点头 台东县长饶庆宁跟进团购要买30万剂 竟然说希望外界不要追问来源跟厂牌 打尽身体的疫苗 怎么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呢 来源不明会不会买到假货呢 还有郭台铭以及佛光会说要捐疫苗 能不能买到还不知道 还没捐成 先骂政府已读不回 刁难拖延等等 指挥中心都说了已收到公文 总统府也说感谢欢迎 但网络上已经铺天盖地地指责民进党借故拖延 目的是要护航国产疫苗 说为什么三期实验没有过 就买国产疫苗呢 分明是利益输送炒股 赵绍康也炮轰民进党 草菅人民也要撑高端 一时之间网络充斥着阴谋论 说民进党投资国产疫苗 民间买到疫苗也不会允许 明明国产疫苗是拿来救人 可以不受制于国际厂牌 却被污名化变成炒股赚钱 到底是谁利用疫苗撕裂台湾 谁在撰写这出超完美剧本呢 中国向日本打算送给台湾的AZ疫苗 不会得逞 还说台湾从大陆获得疫苗的管道 是畅通的 中国在背后操控吗 疫情最严重的双北市 高喊我要疫苗 结果这两天疫苗打了几剂 高雄三天就打完2.1万剂哦 那双北市呢 科匹呛要丢病例 打疫苗竟然群聚大排长龙 分流规划在哪里 四级兵推吓得民众赶紧采买民生物资 市场里都是人啊 这样不是造成疫情扩散的风险吗 连市场都管不好 推什么封城呢 台湾疫情扩散不到两个星期 看到许多人恐慌 跟着别人骂 抹黑台湾 自乱阵脚道自我毁灭 台湾民众能不能分辨清楚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员王洁明 大家好 再是自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也是自认媒体员吴国栋 再来是桃源闽生医院院长刘亦怜 大家好 自认媒体员王世奇 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那么稍后还有于北辰将军 会加入我们讨论 先来看今天疫情的最新发展 基本上朝向可控的范围在前进 那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国内无非疫情新增病例数 连五天下降 作为中心公布 5月31号本土个案再多274例 造证回归另增73例 其中新北市人数最多有171例 其次是台北122例 桃源市也新增27例 彰化线10例 其他县市包括台中 基隆苗栗 甚至是澎湖都有零星个案 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本土疫情已经逐渐趋缓 似乎看见一线曙光 我们的现在的RT值是1.02 那我们在最高的时候 大概列于在5月13日是15 RT值是15 那时候是非常的高 估计这个疫情发生时候 它所产生的这个再生素的 传染力的再生素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叫RT 那通常只要这个值低于1以下 那表示说这个疫情 就会开始反转 疫情经过控制后 现在已经来到临界点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未来两周必须持续维持 高强度的防疫措施 千万不能松懈 我们看到今天指挥中心 最新的说明 本土的确诊数是274 回归数有73 死亡15人 这个部分我们的疫情 因为从昨天礼拜天的这个数字 似乎有减缓的趋势 来明运怎么看 现在的这个趋势 是从减缓那边 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吗 确实啦 这个是好消息 尤其从这两天的 这个校正回归数字 昨天是73 今天是89 已经从之前的校正回归 哇这个四五百例 一直到现在 已经只剩下两位数了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就是说疫情 我们已经这个筛减的速度 越来越快 那另外呢 今天指挥中心 也明确的讲出说 疫情是朝可控的范围来发展 那当然了 他有提出一些的数据 包括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校正回归 五月二十一号是最高峰 但是现在已经都是 这两天都是两位数 所以案件已经逐渐的减少 但是最重要 为什么指挥中心 很有信心的说 现在疫情是朝可控的范围 因为他今天提出了 另外一个数字 叫做RT值 RT值呢 所谓的RT值是到1.02 所以你看RT值从15降到1.02 这样很多 对指挥中心就说 他就很有信心讲说 是朝可控的范围来前进 好 那另外呢 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是要减少这个重症 重症率 因为知道今天的死亡案例 还是15例 那现在每天还是两位数 所以指挥中心说 现在希望下一个阶段的目标 是减低重症 减低重症之后 就可以减少死亡的个案发生 疫情是不往好的方向在发展的 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就说 RT值从15降到1.02 目前朝可控范围前进 光从数值看 15降到1.02就降很多 但是代表什么意义呢 要请教刘院长 这个指标要如何来看待呢 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慢慢的减缓 整个疫情发展 要控制整个观察疫情的发展 大概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RT值是很重要的指标 什么叫RT值 就是一个人感染了 其他的环境没有任何的防护的情况下面 他可以传染给多少人 就是说这的话可以传染15个人 之前是15 可以到15个人 可是现在特别是在我们 无论是在16号或者18号 这个三级警戒的时候 我们整个 我用这一张图也跟大家说明 这是陈建仁副总统 他在脸书上面提到 就是说当然我们有开始做避免群聚或者全部的前校 全部的学校停课 这时候可以减少50%的社交的接触 这个情况下面 所谓的R值就是可以从 从515 从0.7到2的时候 所以刚好是符合到现在的RT值在1.1 整个降下来就对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们全国的同胞 一起来努力 一起透过三级的警戒的部分 把这个值得拉下来 所以另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的降下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指标就是 平均7天的感染率的确诊率 可是还是相当的高 目前看起来的高 可能还要再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去这样的观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双北我们发现说 他已经个案数慢慢下来 可是还有其他的县市我们还去再做观察 我从桃园过来 桃园今天的确诊数是增加27 以往大概都是20以下 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医院有塞到龟山清洁队 他有去过一些场所 然后就传染传染 这是我们不要担心的 桃园是有一点在上升 我们会不要担心 其他县市陆陆续续 像彰化线还是有 每天还是有双位的这样的增加 所以有指标说 今天全国来看 RT值下真是大家辛苦努力 我们要继续撑住 这样的话要到能够降到两位数的话 我们预估这样的趋势 可能还有再两个礼拜的时间 再两个礼拜时间 所以刚好是6月14号的时间 刚好是 所以我们的警戒应该不会再往上 可必是说这个战无四级封城 所以应该是努力往二级 大家努力的话持续 当然我们怕很多会有一些租队友 当然有一些像去烤肉 去打麻将 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担心 还有另外很重要 在国外 特别是英国的经验 他们一开始还是有很多的确诊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烟内感染 可是我们现在医院 大家守得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家庭的情绪 所以目前家庭情绪的问题 大家非常的要来做这样的 小心跟注意 政府采购疫苗有困难 现在地方包括县市首长 要自己买 连民间人士 企业主也要自己来买疫苗 那么云林县长张立善 上周六就宣布 县府跟郑昌荣升级公司 签署合作意向书 要采购100万剂的疫苗 另外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也说 他要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而且要力拼72小时提出申请 那到底能不能买得到 那总统府也强调 这个政府只有权力为国民健康把关 绝对没有刁难 疫苗急如新火 明明现场张立善宣布 与郑昌荣升级公司合作 要向国外厂商 洽购100万剂的交生 莫德纳获AZ疫苗 已经签订了中英文版的意向书 也随即发函给我们中央指挥中心 表达我们同意委托 郑昌荣升级公司 张立善表示 郑昌荣相当的积极 才过了两天 已经接洽到交生的海外代理商 洪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30号 最度在脸书上颇文 关于疫苗一事 永灵深知国人的关切 但请各位稍安 为我们争取交货保留空间 那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郭台铭先生跟所有的团队说 他现在给我们72个小时 要我们在72个小时之内 能够完成所有的项目 以及确认所有的执行的方法 现在疫情似乎有那么一点点 那么缓和的趋势 但是疫苗之乱正撕裂台湾吗 政府买不到疫苗有其困难 那民间通通买得到吗 有那么简单吗 我们看到蓝营的县市首长 继南头县之后 现在云林县也来说 他要买了 这是张立善他宣布 跟郑昌荣公司合作采购 100万剂的娇生 莫德纳AZ疫苗 希望中央能够放行 讲这样子意思说 买到了吗 还是正在恰询而已 我们看到台东县长 饶庆宁就搭便车 既然有团购 我就一起 我也要买30万剂 结果他竟然说 希望大家不要追问 来源跟厂牌 有这种事 要打进身体的疫苗 能够不问厂牌跟来源吗 来民运怎么看 现在的疫苗之乱 现在已经是搅乱整个台湾了吗 确实 我们先从 就是说最近可以看到 包括有企业界 有佛光山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政府 大家都想要来这个 帮助解决疫苗的问题 那首先要先讲的是说 你包括辅方的态度 他是表示感谢 如果大家有这份心 大家都愿意来 这个出钱出力的话 政府是感谢 所以没有像网路上那么讲说 好像就是政府都 对这些人很不屑 我觉得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第二个 那必须要讲 如果你要来帮忙也可以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法令来走 因为刚刚就像主持人讲的 就是买疫苗 你不是团购 不是好像买泡面 买罐头 这不是因为这是攸关人命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政府在处理疫苗 采购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他设了这个八大项 八大项 然后最后还要由政府来跟这个厂商签约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云林县政府这个例子 那个张立善 他是说 他就率先宣布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叫做 郑昌荣的生技公司 然后就是这个 他这个刚刚也讲了 那个公司很积极 所以现在目前已经跟交生 莫德纳 AZ 要来合购一百万剂的疫苗 那另外台东饶庆林也蛮有意思 他就说 好那云林你买到了 所以我现在也来跟云林的郑昌荣 我也来跟你买三十万剂 就是一个团购的看言 那花莲他也跟进 花莲的徐真卫说 我们现在也有外贸商 还有一个台湾契业家 也很积极都要来采购 大家开始动起来了 好那你要动起来 没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 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到政府的这个采购 采购这个八大项 你要来符合 因为第一个 你我们先先先讲 郑昌荣 他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公司 去查 你去查郑昌荣 他的这个资本额是一千万 只有一千万 那问题是说 你刚刚已经讲了 你现在要合购 不管是娇生莫德纳AZ 你要一百万剂 总共是要两亿元 你最少要两亿元 你还不关键 你后面要跟进来的 这个冷链 跟仓储 这些设备 你一个一千万资本额的公司 你要去做这种 上亿元的国际采购案 你有办法吗 你有这个能力吗 而且他跟这些国际厂商 有联系过吗 就没有 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再去查他背后的背景 就说这间郑昌荣 他从来没有代理过 国外的药品进口 他是专门在做这个学民药 是做国内的生意 简单来讲 他就是规模很小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张立善 你为什么要去找这个郑昌荣 当然也有人把他起底 就起底说 因为他的这个卫生局的副局长 曾经有在这个郑昌荣旗下的公司 担任过总经理 那是不是有这层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不要去 随便怀人家说 是不是什么图例 什么都不要去讲这个 只是我们现在回到正题来讲 就是说你郑昌荣 今天规模这么小 你资本额只有1000万 结果你现在小孩要玩大车 你要去做这个两亿元的 国际的采购案 你是有法度吗 对 把一个大问号了 这是第一个问号 那第二个 你云林县政府 你要进行去做这件事 好那也没意见 你现在感觉就是说 我一纸公文给你中央 你现在要叫中央最速件 要赶快同意我可以买 那不好意思 你的八大象 你的这个 你所谓的这个申请嘛 那人家郭台铭 好了你说郭台铭 你再怎么样 他人家也是这个 七十二小时之内 就是要完全八大象的申请嘛 那现在你地方政府 好像一个土霸王一样 我霸王要硬上工 我就是跟你讲说 好我买得到 你就中文 你中央就是要一纸公文 马上要让我同意 这个我觉得是 这个就是说 你中央地方政府 不是土霸王 不能这样子干 你就是要合乎乎来 好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说 地方政府 你还是要合乎法令 就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疫苗 是打在人体内的 你这个不是说 像泡面罐头一样 你团购来就可以 你这个是生命安全的问题 如果到时候呢 你买了 现在这个谭德赛 不管你喜不喜欢 他也公然的说了 有山寨疫苗 已经进了国际市场 那大家能够保证说 你买的这批疫苗 是安全的吗 那如果你未来疫苗 出问题的话 你要叫谁来负责任 你地方政府可以吗 你这个郑昌荣 可以吗 而且他根本还没买到嘛 他还要去探寻 所以还在未定之天 所以这个问题很多 那最后来要讲说 其实他还有一个法律的问题 像佛光山 佛光山他说 他要捐责50万的这个JJ 交生疫苗 那要来强调的是说 这个不是 这不是山寨版的疾管家 这个是真的 卫福部已经告诉你了 现在除了AZ跟莫德纳 真的有拿到了 这个疾管署的专案输入之外 你其他的包括BNT疫苗 那当然就没有JJ 没有交生也没有拿到 所以你佛光山也不要说 我就是给你一纸公文 我很急 我很急 那政府意向如何 你也是要按照八大类来申请 更何况你叫捐赠的JJ 交生 他没有拿到疾管署的专案输入许可 就AZ跟莫德纳 所以你佛光山要来 你也是要照程序走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有讲到说了 你法律 你如果来的话 如果你是用捐赠的模式 你政府没有跟厂商签约 未来呢 我那个厂商我双手一摊 我只是说要送给你哦 那你没有签约啊 你未来要怎么样跟他请求 因为我只是说我要送啊 你没有一个契约 你没有办法跟他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啊 这个国际佛光 到底跟交生疫苗 原厂谈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 他说只跟负责人谈过 但到底能不能买到 也不知道啊 这是一个问题 也是不晓得嘛 所以你就是说要捐赠 虽然感谢你的好意 可是真的 你没有政府去做契约的保障之外 政府也很难做事 譬如说你要捐赠我们50万 那未来50万 如果你最后没有来 那政府又没有契约请求权 去叫人家履约 那未来在我们的这个调度疫苗上面 有他的困难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是由国家 来介入买疫苗这件事情 国家来主导 但是国际国附光会的这位 总会长赵怡 他说呢 行文疾管署 结果呢已读不回 所以他不知所措 这个是没有道理 我们刚刚讲过了嘛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JJ 你是没有在专案 没有在专案里面 就是你没有拿到台湾的 这个紧急授权 那再来啦 再来就是说 你没有按照八大 你没有去填那个 你那个八大项的这个嘛 那你要的话 你就好好的来 也不是能像云林县政府这样 你一指公文 就是说我就是要捐 我要做好事 那你就是要给我过 那还是 因为这是疫苗 真的不是罐头 不是泡面 它是攸关人命 政府在处理 要非常的谨慎 所以我们看到了 这些县市首长 还包括这些 可能是一个慈善的宗教团体 或说企业主 喊得正天想 说我要这五十万 五百万剂 问题是喊到 就代表买到吗 还是说根本就在 未定这天呢 来正好 因为我们就说 包括WHO 甚至辉瑞 总厂都提醒大家 现在已经有假货了 有这种这个假疫苗的情况 所以这些人说要买 就买得到吗 而且有没有可能 因为来源不明的情况下 去买到这种疫苗假货 我觉得 因为其实坦白讲 因为现在所有资讯都混在一起 所以一定要一个一个谈 我觉得每一个状况 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比如第一个南投县 南投县摆明就是寒爽的嘛 我要买疫苗 我要买疫苗 请中央政府开放 你今天雨林县再怎么样 你弄一个郑昌龙出来吗 对不对 郑昌龙再怎么样 我不管他资本额是 一千万还一百万 他再怎么样 也是个药商 他是可以递件申请 对不对 你南投县 如果你只用喊的话 那很清楚嘛 你在做什么 做政治操作吗 你希望透过你的喊话 来隐瞒 或来掩饰你境内 对于所谓的色情场所 或八大行业 查查不利的事实嘛 这是你很清楚 这个南投 我觉得先不用讨论 第二个部分呢 用筒的 什么叫用筒的 张亚中是最经典的嘛 什么五百万上海复兴的BNT 五百万国药 疫苗还可以这样混着送的 是不是 他一喊就一千万剂 对啊 上海一千万剂 一千万他拿不拿到 大家都一个问号 黑人问号 你张亚中凭什么拿到 我百分之百嘛 当你喊出五百万上海复兴的BNT 再加上五百万国药的时候 百分之百 后面是国台办公司 在办公司买单嘛 我怎么可能会接受 你这五百万国药 买一送一 是以前在光南唱片行 红标配绿标是不是 有年纪的观众 知道我在讲什么啦 就是一个贵的 配一个便宜的 一个好的 配一个烂的 没有这种事情嘛 这些事情都可以拉掉 那状况就要来了 到底政府 有没有在卡这些疫苗 我坦白讲 因为你现在去讲说 郑昌龙资本额 这一千万 或是说卫生局的副局长 过去在郑昌龙 这个服务 这都是事实 可是最后审核标准是什么 不看资本额啦 也不看这个 卫生局长 有没有在郑昌龙 就是看 第一个 你有没有拿到原厂授权嘛 对不对 就这八大 这八大的标准 最难最难的 就是看原厂授权 你有拿到原厂授权 表示你这批货是原厂货 原厂货可以确保 一定品质的安全 不代表百分之百安全 所以到来台湾之后 我们还要去查验 逐批次 然后抽验去查验 这个疫苗 有没有符合标准吗 可是大前提 第一件事情 包含鸿海 包含郭台铭 目前都没有说 政府在卡 都是一些来赢的政治人物 在划修 或者说在塑造一些印象 说政府在卡 坦白说 我现在对于鸿海 或者郭台铭 我观察到现在 他们态度很清楚 你们说要扒大项文件 我就背棋 因为讲白话文 你在没有申请钱 你都不可以说 人家在卡你嘛 这应该很清楚嘛 应该是说 我把标准列出来 我申请完之后 明明两天要合 你搞了三天 然后三天没合 又搞五天 五天搞八天 然后不断叫补件 这叫卡 这叫行政刁难 所以至少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你去操作说 政府在刻意去卡鸿海 至少连郭台铭 自己都没有讲 他也很清楚嘛 但现在已经一堆都说 政府在刁难了 这个跟着 我先把郭台铭画完讲完 再回头去看 那些蓝营县市场 郭台铭画他很清楚 就说 好我们先返球出起 七十二小时之内 背起所有文件送过去 卡不卡另外再说 可是你看这些蓝营县市场 一堆都是说 我要我要我要 我有接下 我有接下 你这么不要卡我 这么不要卡我 你至少把这些东西做完 因为标准在这边 你把这些做完 再喊卡 大家才会有感受嘛 不然你单纯喊卡 你就是在凝聚你的同温层而已 所以如果张力上的郑昌龙 真的能够弄到娇生 莫德纳或AZ什么的话 一样三个疫苗 叫三张原厂授权 三张原厂授权 配合其他冷链计划等等 提出去 坦白说到时候有没有卡 到时候再说 可是你如果只是喊 而没有做事 连最基本的文件都付不起的话 抱歉你只是在做政治操作 你只是在掩饰你自己在内部 防疫不利的事实而已 是的确 而且要看这些民间团体 到底是跟这些原厂怎么谈 还说只是跟代理商谈呢 这恐怕差别就很大 来杰明哥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嘛 就说好像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喊得很快 500啦 1000万都喊出来 佛光会也说 怎么以毒不回啊 感觉上都还没有开始 就先炮轰中央政府 再来来你怎么样 蒋万一也说 用这种态度回应民间 着急的善心 令人愤怒 显然疫苗还没买到 但是先政治操作咯 我实在不太懂 蒋万为什么突然之间提这件事情 我觉得蒋万你要先去查证 你第一个你应该先跟 这个我们说的佛光山 他们这国外的这个机构 先做联系 到底他们取得了原厂的授权资料是如何 然后你就直接贴在你脸书说 你看这佛光山在国外 他已经拿到授权书了 要不然很可惜 这个杨春立伟说这种话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 我记得我曾经跟林比尼师 有稍微聊过 他说其实在整个疫苗 申请过程当中 有一件事很重要 叫做专家联合审查 这专家联合审查 基本上因为现在不能面对面 所以他们都是用视讯的方式 跟国外的这些疫苗 先有初步的接触 不论是BNT 或者BNT 包括BNT在内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莫德纳 等等 他们都有所谓的视讯 然后对方呢 把他的疫苗的这个状况呢 先做沟通 你是用什么方式生产的 然后你的这个技术是什么 然后产能是多少 日期是多少 有效时间 好这些资料讲完之后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专家就提出报告 交给食药署来做 这个统一的一个规范 所以最简单一件事情 我问一下蒋万安先生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叫做合作意象书 好那合作意象书的 基本上来说 我们的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 已经做了一个规范 这个规范是什么呢 我们是直接跟原厂 不透过代理商 直接跟原厂面对面 来谈清楚这件事情 不论是Modolais这样子 AZ也是这个样子 那根本我们现在 包括我们国产疫苗 都是这个方式 好那一样到底 当时BNT其实也是用这方式 用视讯的方式 先了解你整个过程 所以很重要是叫做 意象合作书 合作意象书 好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最近英国呢 拿到了紧急授权了 这个交生了2000万剂 好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交生总公司 跟英国的机管局 彼此坐下来谈 然后签下了这一纸合约书 他并没有抽过所谓的第三人 所以换了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今天佛光山 他真的有这50万剂 而且是要准备捐赠 那麻烦你先把合作意象书 先贴给我们看嘛 让我知道说 你现在是跟交生的哪个单位 不要提什么阿猫阿狗 什么代理商 不要来这一套 直接你就是原厂 国际原厂都是跟国家政府在谈 是的 当然你如果有办法 能够跟企业到 跟他国家谈 那我也佩服你 但是重点来了 你必须要先知道 你的整个合作意象书 而不是你口头上面一句话说 我们有50万剂 我并不是说佛光山骗人 而是在整个疫苗过程当中 它是注入了人体当中 台湾总共有四管 第一个管呢 你必须要先知道 你的原厂的授权合作 接下来你要回答这几个问题 包括你交货的期间 包括你的原厂授权书 有效期间等等 总共八个项目 这也是我们台湾跟国外去申购的 要的同样的条件是第二件事 第一个是合作意象书 第二个是原厂授权书 第三个部分呢 你就正式把这个文提交给食药署 好 因为卫福部很大 食药署是专门管这件事情的 把食药署呢 他们就会用专案的方式 今天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好不好 即便你们所最想谈的中国 中国这两个也是分开的 他们也是要先跟他们的这个药品管理 先设一个专号 然后再经过所谓的会议 决定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进来 我们台湾也是 所以你就去食药署去申请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专案的这个内容 接着礼品医师等等这些人 他们就会审查你的内容 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 好 第五个呢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 我们逐批来做申请 所以我今天很好奇 就是说为什么媒体 把佛光山这五十亿的这个 五十万的 讲得好像神一样 还有包括以前的前任官员 站出来说很遗憾 那你就秀给我们看嘛 show me the money show me the paper 你就把这个报告拿出来说 你有附件给这个中央 你没有嘛 好 所以总统的状况来说 今天不是说张三李四 说我要捐赠疫苗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政府说 其实郭董他立下一个典范 因为他会在他自己宣称 只要这七十二小时里面 他合约一旦谈好 他就会把这八大项的内容 全部整理完毕 接下来政府就按照这个流程来走 到底我问一下佛光山 到底政府卡你卡在什么地方 你把卡的地方说 你不能说已读不回啊 你的证监不齐全啊 你怎么说已读 建民个指挥中心有说啦 有收到那个佛光山的 采购具体办法 总统府也说感谢欢迎啊 而且没有要刁难啊 是啊 所以你就赶快按照这个步骤来做 把八大文件准备齐全啊 我们也很乐观齐成啊 你不要说讲了一半 你觉得你已经有这个 你已经有这个回应的时候 你突然直接说因为政府刁难 那你刁难把这个刁难内容再说 不要误导民众 现在大家其实都很希望 疫苗赶快进来台湾 包括我在内也希望能够施打疫苗 但是不要乱 每一件事你按照政府一般有的规则 如果你今天只是喊着喊着爽 我们基本上也不知道到底这个疫苗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天WHO也都正式公布啊 很多的疫苗基本上都来源不明 而且甚至连中国境内都已经发生到 假的疫苗 其实在非洲欧洲国家都有看到 假的疫苗 那你要给我民众确认这件事情啊 当你这些按照流程来走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可以说你是卡在哪一关 把这事情可以受公平 而不是一句话说 你看我现在被卡了 我不想买了 这什么话 我们从后都没有跨到 跨到你的银子 你又这样的流程出来 所以杰明哥讲得很清楚 这些国际疫苗大厂 都是跟国家政府在谈 因为这些国家一买都是上亿剂 好几千万剂 所以国际疫苗大厂 会跟个别的企业 或是一些慈善团体 来谈这些疫苗吗 但显然现在台湾铺天盖地 都是在指责民进党借故拖延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请教明玉了 现在看起来郭台铭 是最有希望能够买到BNT疫苗吗 他说跟总厂在联系 是真的希望他最大吗 我必须讲了 就是就我的了解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在质疑郭台铭 就是第一个时间 说他为什么跳出来 就是做这个五百万剂的 这个疫苗的这个采买或捐赠 那是不是他要选总统 是不是他又开始有政治目的 那不管你相不相信 那我的消息来源是说他没有 他确实是就是想帮忙 当然了 还是有一部分人就是 你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你还是觉得他有政治动机 那这个是你的相信 但是我的消息是说 他没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他认为他现在先做 就是刚刚像杰明哥讲的 他先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那既然政府 你要这个八大项的条件 那我就来我就来满足你 而且像郭台铭他算是有效率 然后就整个这个给我动起来 我就是 七十二小时完成 对就周三 周三我就先完成所有的申请 我就满足你政府 所要开的这些条件 包括你什么冷链 什么公子需求 好他就先做给你 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说 等我听完之后 我的研判 我认为是还是有点悲观 就是有点悲观 可能他也买不到 可能也买不到 也买不到 那为什么 最主要是两个原因 因为他要跟谁买 其实你去兜兜后面的这个原因 他最后他还是要跟上海复兴买 对他最后 当然这个 他不是强调 他的货一定是德国来的 一定是德国来的 因为你就算跟上海复兴买 上海复兴手上没现货 也是从德国来 他还是要从德国来 所以你知道 讲了半年还是 逃不过上海复兴 就我的了解 当然他就是说 他们自己 这个还是要由他们来说明 这个你最后如果你还是要上海复兴买的话 那你算你货是从德国来 那问题是你签约这一步 就会碰到困难了 因为你到最后 因为政府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你就是最后还是政府要要去签约 出面签约 你会碰到两个问题嘛 第一个你上海复兴 愿不愿意跟政府签约 这个不要再讲 这个如果你跳过来 这个中共还没有出手的话 你上海复兴 可能自己就会丢回去了 因为你要签的 你可能是签国家或是签台湾 基本上上海复兴你签得下去嘛 他一定是要中国台北 或中国台湾 不可能嘛 你上海复兴在怎么样 你背后 你郭广昌你在怎么样 你还是有关股嘛 所以你碰到签约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会面临实际上的困难 因为政府要来签嘛 那搞了半天 我跟你说他是假动作吗 我认为啦 就是说这个动作 弄了半天 最后的压力 让全台湾都觉得 民间都买得到 就你政府买不到 那再来啦 就是我最后再来解析 再来就是上海复兴 你可能在商延商吗 他现在已经付了 那么我们之前分析过了 他付了太多的成本 去给德国的这个原厂嘛 那在商延商 如果说你今天郭台铭 你要跳过上海复兴 你直接去跟德国原厂买的话 那怎么可能 他不会跳起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 那你说郭台铭 是不是做一个假动作 其实如果说 你按照这样的研判 我不觉得他是假动作啦 只是说 他最后会给政府压力 就说我们这个企业 或是地方政府 你要我的八大象 我的八大象 我通通都做到给你的 可是最后 你还是卡在政府 要签约这件事情上 那这个最后 如果没有成的话 我认为最后的舆论 会反 就是会反扑到政府 变成政府要承受这个压力 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作用啦 好台湾的疫苗之乱 也波及到国产疫苗 那陈时中昨天证实 已经跟国产 两大疫苗厂商 签约各采购 500万剂的疫苗 引发蓝硬的批评 陈时中前一天 在记者会上亲口证实 已经和两家 国产疫苗大厂 完成签约 而几乎同时间 疫苗大厂高端 发布重大讯息 表示已经和CDC 完成采购合约 将提供500万剂疫苗 以及500万剂 后续的扩充 但还没有通过 二期试验 这合约引发外界质疑 大家的考量是希望 国产疫苗尽量还是三期临床 试验 有确定数据在上市会比较好 如果要成为一个台湾之光 可以卖到其他世界去 那当然就要三期临床 那 指挥中心不能将鸡蛋 放在同一个栏资里 除了国外采购外 也得复制国内厂商 否则在如今的卖方市场中 台湾恐怕会措施先机 好 台湾现在遭遇疫苗之乱 现在连国产疫苗也受到波及 我们要连线 我们的民进党前立委林静医师 静医师在线上 怎么看现在 台湾面临的疫苗之乱 那连国产疫苗也遭受批评 照理说 因为我们受制于国际 这些疫苗厂商 这个货源来的不是那么的充足 一次来都是一点点 那现在国产疫苗也遭受 前所未有的批判 说还在二期试验 尚未解盲 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大家之前拼命讲说 为什么以色列可以买到那么多疫苗 可以那么快 那其实以色列就是在很多的疫苗 他其实研究连二期都还没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要订了 而且他们还是花三倍以上的价格订 所以如果大家一下子觉得说 我们可以像应该要像以色列那样子 早假就开始买 那事实上 你就应该支持说 好 现在我们对于很多的疫苗 我就开始先跟你下定预约什么 预约说你一旦做起来我可以先买到 今天假设国产的疫苗 当然这样讲 他还没有做完 他卫福部食药署 可以合可的状况之前 当然不可能拿来打在人的身上 一定要一样跟其他的疫苗一样 你至少二期的研究报告 看完之后我觉得可以 而且补充一下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国产 虽然讲说他叫二期 可是他有做了所谓的安慰剂的对照组 安慰剂对照组 这样的部分是比照上三期的做法 只是说因为社区那时候没有感染个案 所以你没有办法丢到社区去做 这是第一个补充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国产有机会生产疫苗 结果我们的国家呢 连跟他先讨论说 如果你做好了 我要先跟你买 这件事情都做不到 到时候做完之后 先去拿其他国家的 这个所谓的紧急授权 他先卖给人家 那你觉得国家这样政策是可以的吗 政府是可以这么做的吗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很清楚讲 我必须说 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个厂商在讲 他说我们的食药署真的是 全世界在审核这些药品 是最 他用最机车啦 那我就讲说最严格啦 真的因为我甚至 甚至因为在过去 这一段时间我在立委的时候 我常常遇到的是很多的医材 医疗器材 他们就说 这个东西连他在国外 都已经拿到合可了 台湾的食药署还在这边跟他要资料 还在跟他审 所以我们的食药署为什么这么严格 就是因为你今天这么严格状况之下 你能够通过能够使用的情况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能够给民众保障说 至少我食药署认为这个是安全的 不要忘记疫苗是打在健康的人身上 那你打在健康的人身上 好歹中央主管机关要能够告诉你说 这个是我们审核过觉得OK的吧 所以有一些声音在这边对于国产疫苗 有这样子的讨论 我当然认为说到时候数据出来 大家来看 可是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是说那如果对于国产疫苗 他认为二级的资料还不够 他一定要做完三期 这里我有两个资讯给大家 第一在最近大概5月10几号的 这个应该是自然杂志 它是全世界我们讲顶尖期刊 他就提到说如果像武汉肺炎这种疾病 因为突然之间造成大量的死亡 他要等到三期完成 基本上来讲你可能会延迟非常多年 那你在明明知道他的二期研究认为有效 然后都不给人家用 这是在我们所谓医学上面 是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 就是你明知可以拿来减少死亡 而你故意不要 这是有问题的 那么其他的国家 像我们现在讲的BNT莫德纳交生号AZ 他当初也都是在二期的时候 他就先用所谓紧急授权 能够使用在每个国家拿到紧急授权 然后一边紧急授权 他一边继续完成他的三期 现在很多的三期都还在 都还在收资料 这就是重点了 因为现在很多蓝都说 国际疫苗都有做完三期啊 你国产没有啊 所以这些国际疫苗 也都是完成二期就紧急授权了 做完三期绝对来不及 全世界人都死光光了 我们有很多以前的疫苗 有的人会拿以前的疫苗来比 比方说以前的什么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 那个都是已经研究了很久 打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当然可以三期都完成 但是武汉肺炎这一支就是一个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讲的 BNT莫德纳mRNA疫苗 这个是以前其实并没有用过这种东西的 所以你要等到说 好我把三期都做完 那大概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死亡一半了 那他在当时的研究就认为说 我在用二期先紧急授权 可是你事后要再继续给我资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 之前中国的几支疫苗 会很有疑虑是因为 你的二期资料在哪 那你后来三期有没有追资料 其实都不知道 那这些国家记不记得我们现在比方说像我自己打的是AZ AZ一开始就说哎 你可以八个礼拜之后再打第二季 后来又有一些新的资料说哎 你十二个礼拜之后打呢 你的第二季打完第二季之后 你的那个抗体浓度会更好 这个资料是怎么来的 这个资料就是从原来二期紧急授权之后开始打 然后我们再从三期这边慢慢去搜说 哎原来有这样的数字 譬如说像AZ莫德纳跟BNT 之前也有一些像美国他们的CDC 就会有一些指引 比方原来会说哎孕妇不要打 或者是说哺乳妈妈不要打 可是为什么后来可以revised 有个新的资料出来讲说 哎我认为可以打了 就是他到了一边还在做三期 就一边打一边做三期的动作里面 收到的资料发现 哎新的资料佐证可以用 那他就会在revised有新的资料出来 这就是全世界在针对这一个武汉肺炎 这种莫名其妙不知道哪个国家鬼 跑出来这种病毒 搞到全世界一团乱的情况之下 我们至少每个国家能够允许的一个事情 就叫做紧急授权 而紧急授权为什么说疫苗要经过 每个国家的所谓食药署 或药物食品管理署的管制 很重要 因为他至少由专家来看你的紧急授权 这些应该有的资料能不能审核 能不能通过 所以靖医师说明 现在对于疫苗的想法 好我们听到这个靖医师跟我们清楚说明 现在双北市的施打疫苗 似乎是一团乱 那原本他们是高喊着要疫苗 结果施打率似乎都不是很理想 要请教于将军了 现在传出的这个疫苗之乱 显然是在台湾的所有人所关心当中 那是说先前要疫苗 现在真的有疫苗 结果打的这个状况不是很理想 再来就是连国产疫苗 也通通受到持余之殃 之前大家期待国产疫苗 怎么现在被批评成这个样子 甚至还有什么利益输送 炒股之前这样的说法 这个我自始至终 我都是赞成国产疫苗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台湾是穷国家吗 还是我们台湾是落后的国家 不是 我们有经济能力 我们也有钱可以去买疫苗 可是为什么买不到 很明白 有人在阻挡 陈时中都已经不会言的直接讲 就是中国在阻挡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未来这个COVID-19 变成一个中长期的抗战 未来我们需要疫苗是稳定 而且是品质良好的疫苗 这是能够让国民 长久保有健康的一个方式 所以整个 我认为卫福部 他们所看的是 未来的两年三年四年 能够让中华民国的国民 继续保有健康下去 而不是朝短线 但是偏偏现在 最难过叫六月 这个六月 如果我们的疫苗 未来两百万剂进来 我觉得这些全部消失了 这些讲法全部消失了 或是我们这个联养或高端 在六月下旬 能够提早一点出来 哪个人会不打 一定会打嘛 那个这叫什么 这叫预防针 我们常讲什么叫疫苗 疫苗就是预防针 它是预防你罹患 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针 它并没有疗效 它今天不是说我生病了 已经快要死了 打上去之后 它就好了 不是 它不是解药 它叫预防针 预防针是给谁打的 给健康的人打 就是我们这些人 都没有被确诊 都没有任何状况 我们先打 所以这些预防针 是谁需要 是健康的人需要 真正确诊的人 他需要的是医疗跟照顾 要复原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国内的国产疫苗 高端跟联雅 把它打到好像无恶不射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 对 因为蓝疫区组里面 大量都在讲说 它没有做完三期 没有国际认证 所以是危险的 甚至讲说 所以这是毒药 对 就是 怎么会有一个疫苗 叫毒药 不会嘛 它就是预防针 打进去只是它的疗效 高与低而已 对 那至于高与低 要我们当它打完之后 人家说那你当白老鼠 我说很多事情 今天真的出来要不要打 现在你看从新北 双北一直 桃园现在慢慢也在增加 桃园的人心中也很恐慌 为什么我们离 我们离新北那么近 大家也怕这个疫情会过来 所以如果这个疫苗出来 我相信桃园人 一定会抢着打 不管是哪一边的疫苗 只要是他能够保命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 原水要救近火 赶快把这个疫苗 早一点产生 否则的话 这些所谓的 自己有疫苗的这些人 会群起而起 因为他一喊就有声量啊 南投喊了有声量啊 于宁喊了有声量啊 郭台铭喊也有声量啊 大家只要喊疫苗就有声量 拿不拿到再说 其实我这建议中央指挥机 这个CDC 一个做法 疫苗很重要 现在控制疫情很重要 控制所谓的恐慌更重要 这些人你要买疫苗 你有本事买疫苗 我就直接公开开个说明会 来 你想要自己买疫苗的 可以帮忙政府买 来 都来 我现在把整个流程发给你 对不对 你可以跟郭台铭一样 三天之内完成 赶快来 我高兴 我开心 对不对 我就把流程发给你 然后我每24小时 我就公布 谁完成了 谁没完成 那就是谁在作秀 谁是真心要帮国民 就把这个压力 谁是玩假的 打假球就现行 打假球就现行了嘛 你各县市要买 对不对 来 我再召开一个公开的说明会 现在我所有的程序 所有的认证 所有的表格出来 所有的程序出来 然后每24小时 我就公布一个单位 谁完成了 谁没完成 这不就好了吗 谁玩真的 谁玩假的 摊在阳光底下 我告诉你 要么鬼怪就现行了啦 那真正的是人心人数 体谅人民辛苦的人 那个好人也会出头 所以我觉得卫福部 既然大家都已经这么辛苦了 我觉得不能让谣言跟恐惧 在人民心中滋长 这个谣言跟恐惧 不亚于病毒 不比病毒轻 所以我觉得卫福部 既然都这么辛苦了 找一群真正的行政专家 因为现在行政人员 他有很多很多的专长 可以来辅导这么多散心人士 要来帮忙 讲清楚说明白 然后每20小时公布 谁完成谁没完成 压力还给你了嘛 那如果因为这样子 能够提高效率 让全台湾所有人 能打到 比较及时雨的疫苗 我觉得那也是好事啊 好我们看到 国产疫苗 因为指挥中心呢 预先采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被蓝军炮轰 我们看到这个机关署呢 是在30号宣布 已经跟高端联雅 两间厂商签约 各自购买500万剂的 国产疫苗 那因为疫苗的短缺呢 生产检验需要 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是采用预购的模式 但是蓝军那边 讲成什么样子呢 郭东哥 讲成什么利益输送 炒股等等 现在是连国产疫苗 也要把它抹黑成说 连这个打下去 这个身体 都会造成这种毒药影响吗 全世界制造疫苗的药厂 不管是研花 还是核准使用 都有一定的程序 就算是在美国 就算是在欧洲 这些先进国家 他们也经过一段的阵痛期 在那里抢购疫苗 在那里发布紧急命令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像台湾最近这段时间这样子 铺天盖地 我的感觉是 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 有点背负受敌 敌人四面八方的 有点招架不住 怎么讲 大家都不听 但是我在这里跟防疫中心讲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 仍然坚信防疫中心的 劫策跟领导 这一点你们放心 民间的声音 民间坚信你防疫中心的指示 你们的指令怎么样 大家都照做 这一点毋庸置疑的 只是我们就觉得奇怪 这一次的政治操作 这么明显 这是一场战争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把对手看得很清楚 到底是为什么 你看联系这一两个礼拜来 不论是有政客 跳进去这次疫苗的战争里面 有黑道人士 有宗教组织 有信业财团 什么都有 很难得看到这样子 从去年武汉会员在台湾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有像这么高峰过 从来没有像这么激烈过 但是观众有没有真的去了解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每个都在喊 刚刚林静怡一直讲了 球免疫刚刚也讲了 疫苗是属于侵入性的医疗疫苑行为 他不是Costco买健康食品 大家抢着去买 那个是打入人体 如果打入人体 你都可以随便进来让大家去打 可以让各县市长去购买的话 那我们还要什么疾管局 我们还要什么卫福部 就不用这些中央卫生单位来把关了 我们没事到Costco买他一箱回来 自己在家里都打了不就好了吗 要搞清楚这个东西 这个是外行人你脸消微 说你不办 但是最近很多政治医生 既然还有前局管局的局长 说什么救命闭着眼睛都要核准 这讲什么消微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侵入性的 打针的东西 说闭着眼睛都要核准他 这种话竟然是出于 一个局管局局长讲的话 不可思议 难怪台湾的局管一直做不好 有这种人 以前长期霸在局管局 你凭什么告诉人民说 为了救命 说闭着眼睛就要核准 你怎么知道你进来的那个疫苗 到底是什么样 他有没有经过我们检验合格 发了药证给他 大家可以来打 因为打下去出问题是政府要负责的 我们过去好多意思 过去流感的时候打下去 我们就一直逼政府说你一定要弄清楚 你必须要负责国陪给他们 但是我们现在外行人讲 连消灭没关系大家一笑自知 可是这些政治医生 这些当过医疗局管的主管 也在连消灭那才可怕 是 我比较愤怒的是 为什么这些人在这个时候 会跳出来讲这些话 他们难道没有这些常识吗 有 台湾本来就是个自由多元化的社会 意识形态的分裂 大家都可以接受 可以容忍 你喷你的口水 我讲我的 但是这个是有关性命的事情 我这样讲大家就懂了 这次会造成这么激烈 就因为大家拿着人民性命 作为棋子 人民性命救命要紧 什么都可以出来喊了 那政府现在怎么办呢 要面对这么多的 自己一直要赶着出场国产疫苗 自己还会外国要去购买的时候 还要被中国那边阻挡阻牢 那现在又碰到这些事情 这句声语 你在怎么勇猛的老虎 猴群这样子的话 他很难对付的 所以我最近在观察 陈思忠好像有一点疲惫 有点精神不济的那种味道出来了 我们还是要鼓励他 你要坚持下去 你的责任就是在这里 如果这一关都守不住的话 那台湾完蛋了 现在台湾的疫情 有慢慢平稳下来说 这些为了疫苗 已经把台湾形成像印度一样恐怖了 有时候你看他们在讲话 真的好像我们像印度一样 但是不必要这样子 你这样的让人民 觉得说我们台湾的防疫 还没有遭到这样的地步 国产疫苗 我们新的政府 你要怎么样处理 让人民能够安心去接受国产疫苗 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以北人这样讲的好 人民心理的恐惧跟不安 我们必须要把他稳住住 你不能让他恐惧下去 因为现在大家在看 最近这个几个市长在那里做话 他根本不是在防疫 他简直是在斗争了 讲话口气已经是斗争了 已经是政治口气了 让人家觉得奇怪 你在防疫的时候 怎么防疫 你怎么防疫到这个地步 如果说你真的有 事先都准备演练过了 你不应该讲这些话 你应该知道问题重点在哪里 结果讲出来的 都是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到底你们是在做政治斗争 还是真的在防疫 所以让人家很愤怒 这段时间真的 能够看得出问题的人 大家都很生气 国东哥 因为特别国产疫苗 遭到全面的抹黑 到底说这个疫苗 现在是这种战略的物资 你自己国家有很好 问题是竟然连国产疫苗 也要被抹黑 也要被全面 我们看到这个赵少康都说 这种草菅人命 还抹黑什么国际三大业 民进党草菅人命 也要撑高端 这种论调都出来 这种简直是自我毁灭 我刚刚问中间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我们防疫整个都被户受敌 你要进口的被中国阻挠 我们国产的 里面内部这么政客 这么这样攻击 就因为说我们在研究 自己研发国产的这些疫苗 是股票上市公司 你大家就在眼睁睁看着 而且曾经有两家获得政府的补助 好像是三亿多还是四亿多 两家各一比 在补助他们赶快研究 这个世界各国的药厂 都是这样做 我们台湾很奇怪 就有人看不顺眼 一面中国阻挡进口疫苗 台湾这边批判抹黑你的国产疫苗 那台湾人民要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真的 觉得让人生气 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不能处理呢 如果说防疫中心 干脆你就为了这些事情 开记者会一次把他讲明白 现在蓝营这些的言论 是不是全面要扰乱台湾呢 除了政治人物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一般的民众 也真的是受到影响 包括馆长都说 已经有阴谋论 说民进党投资国产疫苗 所以这个疫苗 在很多的群组当中是炒翻天 实际怎么看 现在这个疫苗 是不是全面在撕裂台湾呢 的确啦 台湾现在内部面临的一波 极为强大的这种分裂的攻势 那现在的状况是说 其实国际上面 没有现货疫苗这件事情 那他们也不会卖给地方政府 就是他们都是跟国家之间的签约 那如果台湾真的比较 有办法比较厉害的话 有这样可以谈到合约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民间企业 其实现在政府也已经做出了 最新的决定 苏贞昌已经说了 就成立一个单一窗口 所有有管道的 通通到这个单一窗口来登记 然后加速行政作业的流程 所以现在就是在 就是在加把劲啊 你有办法 大家都一起来想办法嘛 我们大家尽可能的买疫苗嘛 如果你觉得不够不够不够 要多买多买多买的话 那就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这件事情其实到今天最新的发展状况是已经处理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说 那现在政府 有没有说啊毒后国产疫苗 然后 然后致人民生死生于度外呢 并没有为什么是因为 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国外的尽量买国内的如果你通过检验合格我们也要买也就是双管齐下国外的也买国内的也买国内的状况因为他还没有这个完成二期的报告 那所以国家有这个既定的规则与流程有专业的步骤必须走 所以国产的疫苗你做出了这个其中报告之后 还是得要回到既定的程序去走 唯有通过了这些既定的程序审核等等 你才可以获得紧急授权 那这个程序跟国外那些买疫苗的程序一不一样 是一样的 那你说哦不行 这个国产疫苗都是拿台湾人自己当白老鼠 那现在今天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把这个表列出来了 国外的疫苗他们收的样本数是多少多少多少 国内的疫苗收的样本数是多少多少多少 看起来国内的样本数不管在第一季或第二季 那个量就是样本数的数量都将近4000人 那这个这个数目其实是比国外的 不管是AZ莫德纳BNT都来的更多 那所以不管他的人数是怎样 我们的比较多好 如果你不相信也无所谓了 但是他还是得要走既定的审核流程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炒这些疫苗之战 坦白讲我觉得真的是在谋取政治利益的比较多了 这个背后到底谁在操作 谁在操作 对大家想象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乱 那这些质疑的东西会不会造成台湾内部的自己乱 当然会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状况是每个人都很急 但是急千万不能乱 你仍然得要按部就班 疫苗是这个样子 不管是买货 不管是施打 不管是即将要上市 这些都应该是按部就班 因为我们的规则都已经定在那边 没有说读后谁 所以他可以跳过这些步骤 你只要一三五个步骤就好 然后其他人要二四六这个步骤 没有这回事 每一个人的标准都是相同的 那比如说这个馆长 或者是有一些蓝营的 一些政治人物在讲说 这个你看这个股票涨那么多 一定是有人炒股票 到底谁获利 我觉得有这样的怀疑 那是不是也就麻烦 做出这样指控的人 可以多提供一些证据 证据说你看 的确有人在炒股票哦 为什么你可以提证据 因为监察院都有财产申报 谁哪一个官员 哪一个人买了这些股票 然后从中获利 这些都清清楚楚 所以在做出指控的时候 要附上更多的证据 才能够支持你的论述 而不应该说毫无论述 然后就直接丢这种口水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杂音 或许是有些人 刻意丢出来之后 的确会造成很多人 听到之后就会 对哦 好多人跟着骂 然后越讲越像真的那么一回事 可是到最后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 每一件事情 其实你都可以 用比较冷静一点的方式 去做判断 如果真的有人要炒作这个股票 炒作这一档的话 麻烦就去查清楚 有没有人握有他大量的股票 去做这些事情 陈时中有他的股票吗 蔡英文有他的股票吗 这些东西其实清清楚楚 你都可以找得到的 那馆长的部分就是说 因为投资国产 所以故意挡国外疫苗 到底谁在挡国外疫苗 就没有人在挡国外疫苗 好像26号的时候 欧盟才说要告AZ 你延迟交货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现货 大家都在抢货 那台湾有没有在抢货 台湾也在抢货 所以台湾拼了命的 在外面抢国际的疫苗 那所以没有说不要国际疫苗 阻挡国际疫苗 是为了要扶植国内的产业 没有这回事 退一万步 国内生技业 应不应该扶植 应该扶植 当然要 如果他到最后 是一个战略物资的话 台湾应不应该要 扶植自己的这些生技 然后来作为 我们的战略物资的保存 当然要 这个才是国家安全的层次 好疫情虽然有减缓的趋势 但是双北市疫情 依然相当的严重 所以现在双北市的防疫 到底有没有坐足坐骑呢 我们看到 因为双北市最近 可以说高喊着要疫苗 结果这两天 疫苗打了几剂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 高雄是最有效率 三天就打完2.1万剂 那这个临近医师就说 比起数量 现实疫苗的接种效率 才是重点 这也是这个城市治理的基本功 但是我们看到 台北市场这两天 火气很大 科并他就说 因为跟中央有关 这个病床室的问题 就批评这个副部长石充良 就如果我还在台道的话 早就病例砸过去了 呛化这个非常的呛 但问题是 你的台北市到底防疫 有没有坐起了 正好怎么样看 因为我们看到 台北市现在打疫苗 显然这个效率没有高雄好 而且还一堆人排队 这样的情况 不是反而造成感染的风险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当然了 你如果是单纯的在野党 或民意代表 你在这个时候去批评政府 你一定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利益 这完全没话说 因为现在疫情当然相对紧绷 可是你不要忘 柯文哲或侯友宜 或者是所有的县市首长 你除了是在野党的身份 你同时也是执政长 你在全国的体系上 你是在野党 当然柯文哲跟蔡英文 或者说陈松不同政党 但是你抱歉 你是台北市的大家长 你是新北市的大家长 你做的好不好 大家会看 最近有几件事情 我是非常非常感冒 第一个是疫苗施打的部分 其实我某种程度 可以理解双北 为什么施打这么慢 因为我去问了双北市政府 或双北市的民代 他们说辞都一样 就说因为现在的医护人员 在病房里面是非常非常忙的 所以你要叫他们抽出时间 来去打这个疫苗 坦白说比较困难 那要打疫苗两种 一种是被打 一种是打别人 这对他们来说 医疗都是个负担 所以说他比较没有办法 像做到像新竹或台南或高雄 比较快速的 让所有医护人员动员在打疫苗 这件事 这个说辞我某种程度是可以接受 可是我有继续去追问 那你可以通过预约 你可以造册 比如说站在医护人员的来说 当然了 我现在守着那么多病人要忙 我看到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这两天大家都看到 大排长的医护人员在打疫苗 我一想 我一离开 可能要一个小时 要两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 我就没有办法离开 可是有没有办法 通过数位管理的手段 来解决这件事情 我这样讲很简单 我讲数位管理 我有去问他们说 我们没有造册 所以没办法做数位管理 可是很荒唐 我相信包含 没有造册 这很荒谬 对 第一个很荒唐 第二个包含主持人 包含我 甚至包含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你们都有经验 去餐厅 你会先打电话去预约 预约说我六点到六点八要到 然后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餐厅会发封简讯给你 问你要不要去 你不是回传那个简讯 如果要的话 就回传那个简讯 没有的话餐厅自动排约 后补一号 后补二号 后补三号 这就井然有序 那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就很简单 我今天预约吧 六点到六点半 我赚时间空下来 过去打就可以 其实我讲完这段 我从上礼拜六跟日开始 不断呼吁这件事情 我讲完这段 我都会加一句说 这件事不难 我学电机学资讯出色 我觉得不难 而且现在业界都在用 不管是这个看病房的预约 或是餐厅的预约 都在用 然后我都会加一句 你该不会连这么简单 是都要唐凤出手吧 唐凤很多事情要忙 结果刚刚的新闻 唐凤出手了 唐凤要给我搞 全国的疫苗预约 施打系统 拜托一下 这件事图显示 我们公务体系 数位管理的不足 我们长期都像那种文书 知道一大堆厚厚一大堆 可是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的的资讯科技 数位管理跟数据管理 这还是核心 这叫基本公安 而且台北市是整个瘫痪的 是不是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 要唐凤出手 我这个昏倒 我刚刚看即时新闻 唐凤真要出手 当然唐凤出手 不是只帮医护人员 我相信 他应该是全国的啦 未来 包含现代医护人员 跟未来几百万剂要施打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的医护人员几万剂 两万剂都给我打到塞车 你到时候一百万剂 两百万剂来的时候 能不塞车吗 所以说我真的昏得好 唐凤出手 恭喜 我们好险还有一个唐凤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市场我真的是看不懂 市场人真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呢 很多县市首长 双手一摊说 没有办法 人民总要去采卖 可是 你采卖 跟我一天买一天的菜量 跟我一天买三四天的菜量 那个人流是不一样的 现在呢 包含基隆是说身份证字号 单双号分别去 楼姓劝导 坦白说 我觉得真的不够 四件事情 单一入口 总量管制 身份分流 跟摊贩分批 什么意思呢 市场是这样 市场一定有很多出入口 这我都理解 可是第一件事 把所有出口都封起来 单一出入口 你就这边进出 你单一出口 才可以确保量体温跟实名制 然后第二个总量管制 还记得去年在春假的时候 那时候说 很多游乐区要说总量管制 都会有个人拿这个 在那边计数 对不对 总量管制 你待一入口就总量管制了 你总量管制就是 你进一个人放一个人 出一个人放一个人 你可以确保市场里面的人 不会到太多 第三件事情 身份分流 就看单双号 然后呢 摊贩也要分批 因为我们去逛菜市场都知道 一个菜市场里面 通常猪肉摊有三四家 菜摊有三四家 这个时候请市场管理委员会 进去去协商 我很具体建议 单一入口总量管制 身份分流 摊贩分批 然后 外面一定会有人排队 排队 因为你是单一入口总量管制 后面一定有人排队 等进去 请不管是一交 或者是当地的巡守队 或者是警察 都可以 维持社交距离 这些欧洲都做过 他有在地上画一格格排队的 每一个至少1.5公尺以上 这些国外都有作业让我们抄 这些事情落实下来之后 市场 疫苗这些东西才可以去彻底去解决 这些彻底解决 你要知道 刚刚医生 刚刚院长帮我们谈过RT值 对不对 我们再差一点点 再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R0值的意思是 一个人从确诊到网生或痊愈 他要传染给多少人 可是因为时间是在变动的 RT值就是他的X轴是时间 每一天都不一样 他的Y轴是R值 所以说现在的 一开始R值是15 等于是一个人传15个 现在是一个人传1.02个 但是一个人传1.02个 还是代表什么 他是会慢慢增加的 他不是一传一 一传一代表说 没赚没赔 一传1.02 表示还是会微幅增加 你只要降到1以下 他就会慢慢趋近于0 或趋近于个位数 这件事情就是 再努力一点 包含市场 包含一些大卖场 包含一些 我们在不要往市级的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努力的部分 再努力一下 就可能要0.8 0.9 甚至0.7 那这样子0.7 1变0.7 0.7变0.49 0.49变0.34多 这会慢慢慢慢掉下来的 这东西才有可能控制住 所以再努力一会 我们疫情有机会可以控制 我另外再请教金医师 就是有关这个蓝银市 就双北市一直高喊着说 我要疫苗 但是从前两天的施打率来看 怎么看现在双北市 为什么他们的施打率 这么的低 我当然相信说 现在双北的卫生局 应该也是一团乱 讨论没在笑 但是其实你现在在这种 能够处理这样子的 我一直提醒说 施打疫苗是可以造册这种事情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的疫苗接下来还会打在什么 50到64岁的民众啦 或者是说有慢性病的长者啦 你想想看 那个是连造册都没有办法造册的东西 你地方卫生局要能够怎么处理 台北市发生那种大排长龙的景象 在那边紧贴着 然后排队要打疫苗 就是说去排队打疫苗这件事情 如果县市政府你调节的好 理论上可以不用排成这个样子 那我在 我在医生的群组里面 就看到很多医生在 在给那个交战手册说 我跟你说你就几点去哪里 然后你就几点去什么地方 听说那里还有 我看了觉得很悲哀 就是明明中央政府派下来的疫苗 目前就还有 那但是这些县市 你为什么会搞到 大家好像在买一个限量的东西 那尤其很多人说 哎呀你要体调双北 他们现在很忙 就是因为双北的医护人员 现在已经很忙了 你还要搞到这些很忙的医护人员 还要去排队 那不是很矛盾吗 因为据我得到的资料 包含双北有一些 明明就是所谓专责医院 在负责的这些医疗人员 或行政人员 他们都并没有很明确的收到资讯 说那我在哪里可以施打 因为他原来的医院内部 已经很忙了 理论上你就是卫生局要来协助 但是如果卫生局还搞到医疗人员 自己要 因为我听到的是包含上网 也看不到资讯 包含打电话没人接 所以如果医疗人员 我要打疫苗的结果是 我不知道哪里可以打 我三点五点要去排队 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你这个县市 在施打疫苗的魄力有问题 因为现在双北市都高含着要疫苗 但是我们看到 上个礼拜五分配到的 像高雄2.1万剂 他们三天就打完了 施打率百分之百 那双北市呢 他们好像礼拜天还休息 没有打疫苗 我相信有很多 卫生所的医疗人员很辛苦 但是担任首长的 担任卫生局局长的 不要让大家忙这种 没有必要的白工 把工作分配好 让大家依序施打 你光是说像我看到医疗人员 就是真的是打爆卫生所电话 那我相信卫生所的人 也不会很喜欢说你一直打电话来 因为我忙得要死嘛 但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就是你的资讯跟你的整个安排 并不透明 甚至出现到 我们听到说 哎里长有些里长先打了 有些地方的基层人员还没打到 这种事情 我觉得赶快在这两天 让他修正回来会比较好一点 你光是这个市场的部分 因为很多的确诊者足迹都有到市场嘛 所以你的市场分流很重要啊 这也是基隆市长林佑昌所提的嘛 按照你的身份证尾数 自主分流啊 但问题是台北市有打算这么做吗 来名誉 因为柯P他很凶嘛 很强悍啊 说要丢病例嘛 与其把这个出这个气 你还不如把这个市场管好 所以林佑昌才会说嘛 你连市场都搞不好了 你还搞得了兵推封城吗 确实啊 因为这个根据我们的数据研究 发现就是说 至少三成四成的这些这个确诊者 他都是的足迹 当然都是在这个市场啦 那所以就是说市场其实是一个人 而且市场都很拥挤啊 大家都在那边挤来挤去 那甚至还有摩托车什么都进来啊 那所以包括就是说 今天连这个桃园市长 郑文灿跟新竹市长林志坚 都已经也宣布了 就是要跟进这个市场分流 所以你要去市场的话 你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啊 如果你是单号的话 这个是譬如说是几号几号去 那双号所以要去看一下 那就是很奇怪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市场 就是一个聚集感染的地方 可是柯文哲他就还蛮 蛮TK的 他就是都不跟进 他就不跟进 他就说市场只是用规券的方式 就规券啦 规券大家就是说 他不跟别人就对了 他不跟 他显示自己很厉害 他不跟啊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如果 还是这个 如果说其他的市场 他以 大家都都这样子做的话 代表说他一定有他的 这个根据嘛 不过回过头来啦 再讲到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 要求都要求吸的 可是你真的要求来了 你到底做不做得到 就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 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说 六都施打疫苗的一个比例 就大家来看啊 当时喊的最大声 包括你双北啦 还有这个其他的台中 怎么会你的施打率 这么的低 包括这个台北 施打率就46% 然后新北是31 然后这个台中是28 台中最低 那你看到 包括台南跟高雄 施打率是百分之百 打光了 而且五月三十号 全部打完 对就打完了 那当然了 就是比较 还有比较备受关注的是说 你看新北 五月三十号还休假 没有施打 这是地方提供的 那周六只有打了73人次 那桃园是警消的部分都打完了 那所以我们以这个数据 因为数字会说话嘛 那为什么就是说 你在要求疫苗 要赶快来赶快来 我们要疫苗 十万火急 对啊来了 你又不打 那你是不是要去请教 人家高雄跟台南 为什么人家在这个提供 提供五月28号的 这个是五月28号施打 来观察这两天的数字 那为什么人家台南跟高雄 是可以打得完 那就了解了 那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是有这个造册 23家的这个专责医院 还有包括你需要施打的防疫旅馆的人 还有就包括计程车司机大哥 这些人就还有警消 他就是把他造册 然后就是叫你来打 那就是也不会造成这种拥挤 就是有群聚的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 那个会有一张图说 台北市还要排队 然后一团乱 造成另外的群聚 所以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人家这个做百分之百的 这个为什么人家做得到 我觉得是就是可以去参考了 那最后讲了 就说这两天不是要讲什么四级兵推 什么什么的 喊着正天假想 那真的你要四级兵推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用这个图 简单来跟大家讲 你四级你要你要做什么 就是你每周只能外出三次 一户只能外出三次